明明人被隔離 男子居然從檢疫旅館門口 直接落跑 自從疫情爆發以來 確診者在各地上也落跑季 5號也有一名40多歲的男子 31號因為確診 入住凱撒飯店 卻在5號上午7點多 從逃生門偷溜 還疑似搭捷運 趴趴灶回到了文山區住家 甚至搭配朋友問能不能收留他 被拒絕後他繼續遊蕩 朋友趕緊通報衛生局 直到下午1點 警方終於找到人 用磚車把他送回防疫旅館 但誇張的是 確診者在被試趴趴灶 2小時沒人知道 師父說早在上個月25號 就建議中央使用電子圍籬 讓警方24小時監控 但直到5號下午5點 一切才上線 中央再度哀轟慢慢拍 是滿離譜的 他趴趴灶會影響到別人 傳染給別人 這我們民眾都不會知道的 他什麼都做錯 哪有一個地方做對的 不只民怨四起 連專家都痛批 防疫破口 就是從政府疏漏開始 有些感染者 住在防疫旅館裡面 也沒有上電子圍籬 你足跡根本沒有辦法追蹤 那病人也可以到處亂跑 所以這些就是 我們一個很大的防疫漏洞 過往電子圍籬 都是居家隔離者 收到通知書之後 警方一定會系統 確認民眾未知及隔離地點 但這回國內聲鬧三級警戒 確診者卻沒被約束 子豪的超前部署 根本是嚴重落後 記者 陳時電 五星輪代替報導